發現車速慢下來乘客希望問蔣超車加速 沒想到問蔣要他換一輛車搭乘客很不滿 突然暴怒 乘客越講越火大 問蔣也受不了 这下生意也不做了 直接把车开到派出所 问长提告恐吓 事发在11号中午 新北市三重 陈信乘客当时搭多元计程车 到住家附近吃饭 却和学兴问长起口脚 你是用现金买单吗 我说对啊 他就说 那你可以把它取消吗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常坐车车我知道 我说你是不要让公工资抽就对了 然后他说 那你没多少钱 乘客怀疑这段对话让他不太高兴 后续要求超车才会惹问长 不愉快要他换车搭 但骂人脏话是事实 哀告恐吓 原本和朋友相约吃饭也破局 终点变成警察局 TVBS新闻龙长郭英新闻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他所知道是事实上的同时 也许是事实上 还没有用产 see 重量也许是事实上了